是大家在前期必要知道的地方 大家好 歡迎來到大聲鐘的頻道 我們今天玩這隻洛克人 這條影片就會分享幾個新手必需要知道的事情 那我們事不宜遲 立即去片 大家在看這條影片之前 記得不忘按個訂閱鍵 分享給你們身邊的朋友知道和Like這條影片 首先大家會看到左上角的等級 而上方就會看到體力的回復上限 好像現時來說 我們就有6個體力 邪動88 而左邊這個時間 05 17 43 5小時後就會回滿這88個體力 另外各位新手最重要的就是加好友 增加好友這個系統 最大分別就可以領取這個AP AP就是體力 所以我們最多可以申請40位好友 如果40位好友全部都贈送這個AP 就等於有320個體力是可以給大家用的 加好友的方法就是在聊天室 按下加好友 對方只需要在他的頭像旁邊 按邀請好友 就可以加到好友 第三件事 大家記得解回每日任務 每日任務都會有水晶送給大家 除此之外 左邊有150斜動100 就是活躍度 活躍度 就可以在下面有一個叫每月的活躍度 達成一定的活躍度 就會有很多不同道具給大家獲得 當中包括強化武器的配件 提升技能的SP點數 另外就在這些角色修補程式 就是可以換角色的水面 而成就任務大家記得解回 每一個任務都會有20顆水晶送給大家 第四樣 第四樣就是關於競技場 大家推主線推到一定的關卡後 就會開放這個練習模式的競技場 右上角就會有這個叫做競技獎勵 競技獎勵會有分每一日和每週 而每一日大家記得就打10次 勝場要有5場 就會獲得這個抽獎的次數 抽獎次數每一日計算 就會有16次給大家的抽獎 當中也會有水晶送給大家 而每週就一樣原理 都是完成這個次數 和勝利場次也會有這個抽獎次數送給大家 所以大家記得要打多一點競技場 因為裡面都有100顆水晶 50顆水晶和20顆水晶給大家 另外還有一些武器的碎片 然後我們講一講裝備方面 裝備方面我們會有分三個環節 第一是武器 第二是防具 第三是晶片 我們先講武器 武器方面現時來說最高級是金色的裝備 是屬於S級 然後就會到A級的裝備 B級 最後就是C級 其實武器方面會分了幾個類別 我們可以看看 分類方面會有手炮 近戰武器 機關槍 噴射器 大炮 第一把就是這些噴射類別的裝備 當打到目標就會有個範圍會影響到其他目標 另外就是炮擊對範圍的目標就會扣到一定的傷害值 另外追擊就對單體的目標造成傷害 近身戰武器 就需要近距離時才能發動得到 機關炮方面 它最主要是因為它的彈數會比較充足 有成100彈 散彈槍 同一時間就會發射5彈 一把武器 其實我們可以升到等級之外 亦都會有一個叫做改造 改造是可以提升武器的攻擊力 生命 命中 行運和暴擊 而星星方面就要有相同的碎片才可以幫這個武器升到一個星數 那星數最大的影響力就是當我們要升這個技能的時候 就需要武器的升級去到1星、2星、3星、4星才會有個額外的技能提升 所以如果我們S級的技能 通常很難升到1星 最多都是可能升頭那兩招技能就已經升完了 所以就有一點建議給一些新秀門 新秀門有一些叫做C級的裝備 C級裝備雖然它的戰力不是太高 但是它勝在的入手途徑相當之容易 可以去這個常駐的商店 用金錢來買到這個裝備 就是這個 制式手炮碎片 我們就買了它 OK 回到剛剛的畫面 對啦 大家看到其實很容易就可以令到這把武器的升數再提升 我們升級它 再升 OK 已經達成了4星 當然在一些C級的裝備來說 它的技能也不會太多 因為你去到S級才會開滿 例如A級 A級最多開到最後2個格 B級就是開到第4格 而C級才開到第3格 當然也會有少少取捨 但是你看到其實它會有實用的技能 例如傷害倍率提升5% 射速提升10% 攻擊力再提升 其實這些都是十分實用的技能 我們再看看基礎數值會不會跟剛剛S級的武器有太大分別 先將它升滿了去到24 暫時戰力就是2020 再跟22的武器比 其實相差戰力大概有800左右 基礎數值就1000攻擊力 我們看看吧 就會差一點 基礎數值只有808 如果你說升滿了這幾招的技能 其實都可以彌補到一些S級的裝備 大家都可以多個選擇去用一用C級的裝備 另外就著武器方面也會有這個叫圖鑑 按進去圖鑑 我們就會看到用這些武器達成到一定的次數 好啦 其實是會有一個武器圖鑑是會給大家的 而武器圖鑑方面我們可以按一按這個感探號 是會有不同的加成在這裡 例如這個軍用手砲的我還沒開鎖的 那我們按一按 封鱷炮再按一按 大家看到就up了 戰力方面也有大概100點的提升 關完武器之後我們說到防具 一隻角色的防具是共通的 假設我現在用駱克人 我們看其他角色例如Zero 他的防具都是共同擁有的 防具方面也是打主戰 打到每一個關卡之後 他就會開通這個防具給大家合成 合成方面就是要透過這個共鬥關卡 才可以獲得這個防具零件 獲得完10粒防具零件 就可以開始合成到這幾件不同的裝備 之後就是晶片 晶片又是那一句 打到一定的關卡就會開放這個BOSS戰 當BOSS戰打完之後就可以裝備這些... 武器 其實可以打幾個都可以 可以打完都可以 當那個武器用的時候 他就會有BOSS的額外效果 武器攻擊時就會發動鐵球 而這一把就要近戰武器才可以裝備得到 所以遠距的武器就不會用 所以當中也會有升級 提升BOSS的數值 星星都是同一原理 可以幫BOSS升 另外就是角色 角色方面也有圖鑑 圖鑑也可以幫我們提升戰力的效果 按一下角色圖鑑 我們按一下角色圖鑑 我們按一下對應角色 然後就會有一個技能 一隻角色會有兩招技能 還有如果大家想再強化角色 就要將你的角色的星數升到指定level 才可以開通這個附加技能上去 黑師傅因為如果要星星 又是要他的碎片 又是很難才可以獲取到 而我就會主動用回駱克人這隻角色 因為他前期都很容易可以獲得 而且可以透過製作碎片而提升他的星數 我們就可以裝到這個技能上去 達到最大氣的時候提升傷害10% 另外那招就要再升到兩level的星數才可以提升 講完角色之後講完最後的研究所 是大家在前期必要知道的地方 而研究所裡面就會有免費領取AP的地方 大家記得領取回每逢一些指定的時間就可以領取 如果錯過了大家可以按這個重新領取 要回水晶才可以拿回 大家如果覺得不夠體力用的都可以重新領取 研究支援下面有一個叫研究等級 研究等級1可以幫我們研究諾克人的碎片 就是幫我們剛剛提升星數的方法 大家就記得打打素材 就可以研究他的碎片 另外就一些武器碎片 還有剛剛BOSS戰的魔物碎片 最後就是一個幸運寶箱 每週只可以研究數量一次 可以獲得技能點、水晶和熟練度金幣 所以最後這個幸運寶箱大家一定要研究 還有一個大家也要知道 就是當期活動左邊 拉到最下面 我們會看到有抽獎活動 每日抽獎活動 每日抽獎活動 只要在這個時間 就會領取一次 我們按領取 就會多了一次的抽獎券 還有當我們角色達成到一定的等級 他都會有抽獎券送給大家 現在有6次機會 最後我們可以抽獎 最多就是有200粒水晶可以送給大家 重組程式 技能點數 都有用的這幾樣東西 武器碎片 最好當然有200水晶 角色修補程式 武器經驗 OK 全抽了 另外還有第二個活動 使用抽獎券的次數 我們可以繼續領取 例如用不同的武器 去達成這個條件 就會有這個武器補急箱給大家 大家千萬不要忘記拿 這些都是一些福利 這樣就拿完了 拿完東西 大家按右上角的信封 就會看到剛剛我們領取的道具 就在這個信封那裡拿回 搞定 OK 簡單介紹完有哪些位置 是值得大家去換或買 希望這條片幫助沒有課金的人士 好好運用鑽石的資源 雖然官方剛剛因為 時報器出現問題 送了1000水晶給我們 但那1000水晶 大家都要鏡石 不要亂洗 洗起一些有需要用的地方 如果大家覺得這條片幫助到大家 記得按個訂閱按鈕 還有分享給你們的朋友知道 那我們下一條片再見 拜拜